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星期五賽馬檔案 又是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中通常我會和大家講講 我們對賽事的看法 投注策略 甚至有時分析局勢 或者我怎樣看一場馬 或者馬匹性能 你對牠有多了解 我們經常都說 你要對你的對手了解才容易贏 就像伊之座一樣 都是要理解這個動物的想法才行 未講之前 希望大家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按右手那顆四星龍珠就能夠訂閱 有時我們經常都說 縮程 我經常都說 馬比較好處 但有些又不可以 為甚麼 因為馬太均速 我們講的是均速性的問題 如果有些千二增情千四 牠的均速性能太好 然後縮程太短 或者對牠來講 追不及 會有這種情況 怎樣分析呢 這次就和大家看看 用一隻大冷門做例子 功夫茶 見到霹靂狂龍都不報 可言 奇怪的 不知道是否鬼上身 又五班又不報 40分 博的機會都大 等了十年 為甚麼 因為三年又三年 跑千二 田草千二 不止 谷草千二 也不止 甚麼X12都被牠跑了 所以這次優先出賽拳 竟然不報五班 還不是鬼上身 我真的切過頭 大冷門 不一定可以 試一下 對不對 看見到 上次怎樣走 大家看一看影片 在裡面 藍色帽 橙色衣服 沿途塞死 沒有位置 去到二百都未有位置 反而 好像玩飄移 藤原托海 去到最後一百米 在聖皇材外面 才找到位望空 大隻馬有點耐閃 不過這隻馬 都隨便推 都會追 我都知道捕捉快 拜佈捕捉馬 但你看到牠的 均速性能相當好 這些馬 根本就應該是鎮情 所以這次大冷門 千萬不要放過 我們晚一點再見 拜拜